男孩在超市拿起一块面包 打算把面包偷偷塞进衣服里 但就在他把面包藏起来时 一个中年大叔从背后阻止了他 中年大叔买下了男孩想偷的面包 结完账后就把面包送给了男孩 看着男孩蹲在地上狼吞虎咽 大叔明白眼前的孩子是一个流浪儿童 他和男孩在海边聊天 随后得知男孩想去投奔自己的外公 当天晚上他让男孩在他的车里睡觉 并且表示自己明天可以送对方去外公那里 他打算帮一帮这个可怜的男孩 男孩也接受了他的善意 可是第二天早上醒来后 大叔却发现男孩不见了 那个男孩偷走了他所有的钱 那些钱是他身上最后的存款 他只能开着车继续向北走 从此他的身份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流浪汉 他并不是不想回家 因为他已经没有了自己的家 他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 也不知道这个世界有没有可以容纳他的地方 就在不久前 前天被自己工作多年的工厂辞退了 人到中年又遭遇失业 这个打击让他在家里颓废了一个多月 生活的繁星是不止于此 读高中的女儿突然变得很叛逆 女儿常常在半夜出去私婚 也根本没有把他们夫妇放在眼里 妻子对他的抱怨慢慢多了起来 他内心的挫败感也越来越强烈 前天知道自己不能再颓废下去 赚钱养家始终是他肩上的责任 在新年第一天的晚上 他在贺卡上写下重新出发给自己加油打击 不过在开春找工作时 中年的他在市场上完全失去了竞争力 他重新找了很久的工作 可是没有一家工厂愿意聘用他 那天他照常去找工作 突然一阵强烈的凶梦感醒来 他被查出患上了心脏病 身后的第二个打击和他不期而遇 之后他独自坐在河边 考虑着要不要把患病的事告诉妻子 就在他失神时 他的狗叼来一张纸 那是某家店举办活动的抽奖券 他拿着这张券去抽奖 很幸运地抽中了全家温泉旅行的一等奖 他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妻子 不过没等他开口 妻子就把离婚协议书摆在他面前 妻子打算带女儿回娘家 嘴里说出来的话也让他如坠并哭 全家温泉旅行的计划还没说出口就搁浅 他的家庭致辞也支离破碎 前天忽然觉得自己一下子失去了方向 手里的中奖群似乎成了他人生唯一的灯塔 他决定去车去对奖 带着他那条叫哈皮的狗 他踏上了前往北方的旅途 前辈男孩偷走之后 前天去了家二手店 打算把自己珍藏的老五金卖掉 他开价十万日元 店长有些为难地表示不收这些东西 他只能打电话向朋友借钱 不过最后也是一无所获 这几年经济很不景气 朋友们也都各有各的难处 回到车上时 他发现哈皮正在车上哀嚎 哈皮蜷缩着身体发出痛苦的低鸣 很明显是生了不小的病 他拜托店长送他去宠物医院 哈皮被诊断患上了尿道结实 手术过后哈皮被治好 可医药费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他再次求店长收下他的东西 好心的店长最终答应了他 店长给的钱足够他支付医药费 剩下的也能勉强当做接下来的路费 之后他开着车继续往北走 半路上一场暴雨让他不得不停下 他有试着在半路上找工作 可是这里的工厂也都不要他 他很失落地喃喃自语 像他这样的人应该彻底被社会抛弃了吧 雨停后他继续赶路 沿途所见都是一些古旧破败的老房子 这些房子了无生气 每一栋都像极了丧失全部能量的自己 第二天他路过了一家海边咖啡馆 他解开安全带准备下车 却突然感觉胸闷喘不上气 缓解心脏病的药已经吃完 他也没有钱再去买药 他只能安慰自己 反正吃药也治不好 不吃也没什么大不了 他去咖啡馆点了杯咖啡 并且用最后的钱给哈皮买了一份食物 在和老板交谈时 他得知老板也很喜欢养狗 他一边给哈皮喂食 心里也默默做好了一个决定 尽管很舍不得这个老朋友 他还是打算把哈皮送给老板领养 如今他已经自顾不暇 他失去了照顾哈皮的能力 对哈皮而言这里是很好的归宿 至少不用再跟着自己流浪和矮了 当天晚上 他在老板的狗屋上写下哈皮的名字 他面带笑容和哈皮道别 接着就投也不回地快速离开 可是他刚启动车子 被留在原地的哈皮就不停地叫了起来 陪下lesia 陪下 centimeter 陪下完 Franc 陪下官 陪下,陪下 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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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 前天只能带着哈皮继续流浪 在路过一个自然公园时 邮箱里的邮已经所剩无几 他把车开进了公园 打算让邮箱来决定这趟旅途的终点 他在自然公园里开了很久 最终在抵达一处灌木丛食燃油终于耗尽 下车后他把车要时扔进草丛 他已经没有了再往前走的想法 前天带着哈皮来到公园的露营区 有不少人正在这里户外烧烤 他发现这里不仅有干净的自来水 还有很多丢弃的食物和餐具 他用捡来的东西做了顿晚饭 上天似乎并没有把他逼到绝境 时间慢慢过去 转眼间夏天过去秋天到来 来公园露营的人慢慢变少了 他和哈皮也失去了最大的食物来源 他只能去树林里捡些野果野菜 从此过上了每天挨饿的生活 在这个万物凋零的季节 他有试着回望自己的前半生 自从参加工作以来 他每天兢兢业业的工作 过着老实本分的生活 他不求大富大贵 只想着给妻女一个安稳的家 这些年他一直追求随遇而安 也不愿意去学习新东西 所以他才没能跟上社会的变化 最终等来了被社会淘汰的结果 失业后他本来想振作起来 却没想到遭遇了好几个变故 他失去了经济收入 也失去了自己想要守护的东西 所以他蜷缩在挫败的阴影里 也想不明白支撑他前行的动力是什么 不久后冬天来临 公园里飘起了漫天大雪 前天把自己的政见销毁 决决地抹出自己存在过的痕迹 冷冽的寒风从他身旁呼啸而过 哈皮在他脚下时不时发出低沉的无叶声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他都躲在车子里没有出去 饥饿与严寒时刻清洗他 他的心脏病也越来越严重 随着身体状态变得越来越差 他似乎听到了死神的脚步声 他打开车门让哈皮离开 却发现座椅下有很多哈皮为他找来的食物 看着哈皮同样已经年迈的身影 他的思绪回到了很多年前 那时候他还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那时候他还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当时年纪还小的女儿捡回来一条小狗 女儿给这条狗请名为哈皮 他本来不喜欢狗 但架不住女儿的央求 他最终还是收养了这条狗 之后他给哈皮做了个狗屋 哈皮正式变成了他家里的一份子 不过在几年后 长大的女儿觉得哈皮不再可爱 也不再那么喜欢哈皮了 女儿抛弃哈皮后 前田就成为了唯一肯带哈皮出去玩的人 这些年他一直陪着哈皮 也见证着哈皮慢慢长大慢慢变老 或许是出于报答和感恩 在他最落魄的这段时间里 哈皮也始终对他不离不弃 这两年他一直在失去 可唯一没有失去的是哈皮对他的陪伴 想起这段时间的种种 他恍然明白 照顾哈皮也可以使他活下去的动力 他重新找到了振作的理由 但他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 因为他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 他的醒悟来得太晚太晚 不知道过了多少天 此时的前田已经流进灯口 哈皮依旧坚持外出给他找食物 但他已经没有了近视的欲望 在一时涣散之际 他用最后的力气与哈皮做了告别 告别完后 前田一时慢慢消散 他彻底离开了这个世界 哈皮在他脖梗间不停地嗅着 嘴里发出一声声细微的悲悯 他不知道主人已经死亡 他所能做的 只能是继续守在主人身边 在前田死后的日子里 哈皮依然每天坚持外出找食物 他去了离公园很远的小镇 在那里不停地翻找可以吃的东西 找到食物后他没有自己吃 而是把食物带回去给主人吃 他只以为主人是睡着了 也只知道主人需要吃东西 他把食物放在主人身边 期盼着主人能够早点醒过来 在他日复一日的期盼中 时间来到了第二年的春天 此时他依然生活在这个公园没有离开 他的毛发因为没有主人打理而满是污泥 春天的雨季很漫长 连连不绝的细雨并没有熄灭 他对主人醒来的期待 他依旧会去很远的镇子找食物 但镇上的人都把他当成了野狗 有时他会看到自己的同类 那个同类正和主人一起在街上散步 他很疑惑 为什么自己的主人 不再像以前那样陪自己闲逛了呢 这天他来到熟悉的露营区 面前有一家人正在野外烧烤 他看着面前的一男两女 脑海里浮现出多年前的一个画面 饥饿感让他产生了幻觉 这一刻他以为那家人就是自己的主人 他听见面前的主人正在呼唤他 所以他没有犹豫朝着人跑回去 拖着被砸断的前腿 他一拳一拐地往回走 可是走着走着 他慢慢感觉自己走不动了 他趴在地上 但是在恍惚中 他好像听到有个声音正在呼唤他 他寻着声音一路往回走 最终他发现那个声音 是从主人的车里传出来的 故事的最后 哈皮终于如愿回到了前天身边 在这个世界里他们彼此不会再有别离 也不用再遭受旁人施加的苦难 他们会像以前那样与彼此终日相守 与彼此幸福地活下去 这是一个人与动物的故事 主角是一个孤独的大叔和一条小狗 在前天和哈皮身上 我看到了最纯粹的陪伴和最赤诚的爱 这也是一场对于逆境的探讨 它残酷地展示了人被逆境祭祷的过程 每当人生陷入低谷 我们总是不可避免地产生挫败感 挫败感往往半生的颓废 长久的颓废会让我们失去内心的能量 但人的一生很漫长 我们总归会有自己最珍视的东西 那些被我们所珍视的 就是支撑我们继续前行的力量 或许当我们身处黑暗时 我们会很难发现它的存在 因此我们要主动去寻找它 主动寻着踪迹去靠近它 这个故事是一场悲剧 但我不希望它带给你的只有悲伤的情绪 借用片尾曲里的一句歌词 幸福不会朝我们走过来 所以我们要向它走过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